这大会 淘金南跑道岁修检讨记者会 交通部航空局桃园机场公司 一字排开 淘金这个月三号大塞机 从陆地塞到空中 到底谁该负责 所有工程 在一个集中的时段里面 来把它完成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横向沟通协调的部分 可能有不足 回顾当时旅客在后机室 苦苦等候 地勤中我们的飞机绕了五圈 有人卡了快两个小时 无法登机 也有旅客是来不及转机 开了紧急会议 第二天塞机状况 从平均两小时降为三十分钟 跑到一样还在说 还没好条件一样 为什么第二天就大幅 再三下降 机场基层人员资下透露 最近内部气氛低迷 表示航空管制分工很细 当天中午飞机挤满台湾上空 驱管要流量管制也来不及了 只能看着飞机在空中排队 地面飞机塞满跑道 所以你们认为 民航局应该也有责任就是了 不是他的责任是谁的责任 协调会开了飞航公告也发了 但最后惩处出炉 淘机公司提出六大原因检讨 包括工程副总被寄过两次 董事长总经理各被寄过一次 另有八位处长及共十二人被惩处 这名单让基层很不平 总长我们是淘机扛下一切吗 检讨报告出来 那我们会把我们该做的事先做好 我觉得有委屈啊 处置过当啊 只要是按照SOP发飞航公告 按照SOP做任何的 就是说维修啊等等的话 他们没有错 费官强调飞案的重要性 淘机大塞机两个礼拜后 大家排排座 十二人的陈储名单淘机公司全包了 管理层级在机场公司之上的单位 名单内没有看见 三连新闻张玉姐 林轻月团